日前杭州一小伙在销内网发帖 去相亲好家伙 女孩子吃饭直接就带着五个家人来 都是一人点三道菜 大概算了一下账单 借尿炖跑了 女生微信删除拉黑了 菜我一口没动 小伙说这是第一次见面 和女生一起来的是她的家里人不是朋友 之前也没跟她说过 她说自己本身就有点抗拒相亲 对方家人点菜一点一大堆让她反感了 我不想当约大头 要不爸妈催婚都不想去了 帖子引发热议 评论区网友们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理解小伙此举的网友说 女生这操作确实不妥 并且是第一次见面吃饭 还有网友称 干嘛要跑呀 直接多点几道菜再走啊 人家是吃年夜饭 你再不合适 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女生也有不对的地方 但小伙自己格局太小了 中途尿顿也没有什么理 有网友表示 人家叫了家里人肯定会付钱呀 男生这样慌着逃跑 确实有点小家子气 那么对于这件事 各位网友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